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心感动 娱乐新世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蜜江 这一集的《台湾渔乡之旅》呢 蜜江带大家来到了 北台湾的游戏重镇 头城 这边的乌石港呢 除了有各式各样的热门水上活动 临近的大西渔港 更是宜兰地区重要的渔港之一哦 现在就跟着蜜江的脚步 一块走访头城在地的渔乡之美吧 走啦 头城位于宜兰县最北端 东陵太平洋与龟山岛遥遥相望 龟山岛海域是台湾东部 重要的渔场之一 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除了提供临近渔港 丰盛的渔产之外 每年三月到十一月 常有大批的鲸豚类 在此地出没 是台湾小鲸豚的重要据点 头城出海域的海洋 都有很多的渔港 大阶渔港最近刚刚要状怨 那里有很新的渔港 所有渔港都是 吃辣子而来的 放渔港 那都是定地渔港的渔港 漆 烧 还好吃 黑浙港是比较大 头城出海域 接下来南洋博物馆 在城市做国际城 就像观光一个新的荒莽 乌石港是宜兰县重要的观光渔港 早年要等返归山岛 都必须从耿邦渔港进出 在乌石港新建完成以后 便取代耿邦渔港 成为北宜兰赏金屯 和登返归山岛的重要港口 2009年 乌石港更获悬为 台湾十大魅力港之一 大家有看到 米屌兰现在是要穿的装备吗 这个可是赏金屯的重要配备 有了它就可以确保 我们在海上的安全 在上船之前 金屯导览人员 都会为乘客解说 如何穿戴救生衣 有了救生衣的保障 玩起来才会更放心与安心 现在米屌兰就要准备出海 乘风破浪 航向与金屯共舞的世界咯 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 是赏金屯的导览员林大哥 你好 林大哥你好 你好 林大哥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啊 就是我们平常就是想要赏金屯的最佳时期 是什么时候呢 在我们头城这边赏金的最佳时期 我们一大部分来讲 都在四月到十月左右 四月到十月 这段季节是赏金的旺季 尤其像现在已经六月初了 这是赏金的旺季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金屯最多的 都是看到海豚比较多 搭乘赏金船 除了有机会一堵金屯水中悠闲 自在的身影 更可以从海上 欣赏宜兰沿岸的海岸风光 以及美丽的龟山岛景致 真是一举竖得啊 林大哥 我怎么感觉好像闻到一股硫磺的味道 我闻到一股味道对不对 对啊 没错 那但是你看龟首 它是一个火山随着 它岩层会慢慢崩落下来 崩落下来就把那个洞口给堵塞住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经过龟首这个地方 已经看不到这个硫磺在猫蕴的现象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呢 有没有看到海面上冒白泡泡的地方 有 哇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底温泉 它冒出来这些硫磺 跟海水慢慢综合就这样 变成我们龟首前面那个地方 有那个乳白色的颜色 就是世界上最大一个海底温泉 它那个底下的那个海水温度 刚冒出来的温度有116度的高温 116度 116度的高温 那你现在看到这边满特殊的哦 我刚刚有介绍过 这个龟山岛是由两座火山 不同时间喷发的 那你们看一下 这是龟脖子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这岩石有那种交错的现象 嗯 这就代表说 这个龟山岛是由两座火山 不同时间喷发 所缘成的 那再来呢 你们看到你的前面有两个海蜥洞 这种我们龟山岛发景之一 叫做龟山岛眼镜洞 这个角度看起来 我们传达远一点的地方 就好像一副眼镜挂在这边一样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这一边的景色 这是属于龟山岛的南边 那你如果说对刚才北边还有影响的话 北边那边地势比较平坦 那这边呢它地势比较浓 两边景观哦 完全都不一样 经过了两个小时的航程 你讲我却怎么都没有看到 半只金吞的影子 究竟它们是躲到哪里去了呢 是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吗 可爱的金吞 请赶快出来见课啦 林大哥 那依照今天天气的状况啊 我们看到的海蜂 记忆力大不大 记忆力大不大 我算一下哦 它没有接到讯号 因为金吞这种东西水大 还要算一下 没错 金吞这种属于大自然保育的动物 所以说我们到外海呢 就像我常常跟一些朋友介绍 在大海当中看到金吞 有时候看到上千只 上百只 有时候看到几十只 有时候现在进盘盛 就是江湖 我会看不到 那有时候看到金鱼 有时候看到海 完全都不一定 因为它全村 是属于大自然保育的动物 可遇不可求的 可遇不可求的这样 我还是要看运气 没错 林大哥说啊 在龟山岛海域出现的金吞种类 有17种 以平比海豚和飞旋海豚最常见 想目睹海豚跳跃风采的朋友 可千万别错过咯 大臣赏金船呢 不请可以欣赏到海豚的曼妙泳之 还可以环绕龟山岛 欣赏到不同的丰富地理景观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一趟赏金之旅哦 如果你是那一行的冲浪客 一定不能错过在北台湾最新的冲浪圣地 武士港的外澳海滩 这里沙滩广阔 开窗平缓 同时面对秀丽的龟山岛 除了可以享受冲浪乐趣外 如果想要从空中欣赏美丽的海岸风光 还可以搭乘飞行伞 眼眺海洋美景 不管是赏金屯 还是从事沙滩休闲活动 或是搭乘飞行伞 俯瞰大地美景 你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来清净美丽的海洋 大家不妨认着假日 来到乌石港 来一趟知性与感性的海洋生态之旅吧 长出墨在龟山岛寒域的屯类 主要以飞旋海豚和平比海豚最为常见 飞旋海豚喜欢跃出水面 犹如芭蕾旋舞 故称为飞旋海豚 平比海豚则以拥有瓶子一般的文笔而得名 身性活泼聪明 常被人们训练 作为表演或展示之用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三点钟 而这个时间也是大溪的渔民 每天出海去捕鱼的时间 因为他们必须要赶在每天下午 于是开市前回到渔港来进行渔获的拍卖 想知道大溪有哪些重要的渔获吗 现在就跟着米甲一块出海去体验咯 走 现在米甲就要跟着渔民 在夜色中航向龟山岛附近的渔场 准备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航程 随着天色渐亮 美丽的龟山岛已经在眼前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渔场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渔公现在就是 他们正在进行放网的动作 现在在冰箱旁边的这一位呢 平常都是两次啦 两次为主 大部分都两次 有时候三次也有啦 比较是说比较潜水的话呢 它当时放的比较短 骑网的时间比较快 那升水的话大部分都是去年王 那最远的话 你们会到离岸上来多远的地方呢 差不多十八海里 现在出去的话 到骑网的话 到大溪港可能要有十八海里 十八海里左右 十八海里通常等于我们路上几公里 差不多一海里差不多1.8公里 1.8公里 我也没有把它放上 差不多是1.8公里 为了让台湾沿近海漁业资源 能够永续利用 政府海洋机缘保育和渔船作业 都有相关的法令规范 目前渔业法规定 脱网渔船禁止在三海里 海域内作业 希望渔业资源能够永续发展 海洋生态资源才会生生不息哦 那你们这边啊 就是有没有哪些 比如说精密的一些仪器来辅助说我们 可能可以找得到渔船吗 渔船是找不到的 大部分是了解它的 它有深度跟它的位置 大部分是这样 那你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 可以 这台是渔船的 有点啊 天气不好 我们好像 咱有点多 撤到对方的船 三个月 还是那种暗门 三个月 那是卫星导航 我们去踩的目标 去踩的 那我们的渔舵去带 我们要穿不清旗 天气要踩的味道 天气要踩的味道 陈大哥上天天气这么好啊 那我们会不会捕到很多鱼啊 这个的话 大部分都很难讲啦 因为潮水也有很大的关系啦 大部分潮水跟我们网纸的配偶 就比较大的关系啦 老婆没关系呢 陈大哥我还是预示你今天啊 可以有满满丰收的鱼货 谢谢 陈大哥已经把网纸放到海里咯 通常啊都要在起碗后 才不知道有捕捞到哪些鱼类 现在鱼工们已经把网纸收上来了 你这样就要来看看啊 在这一次的捕捞过程中 有哪些新鲜又特别的鱼货 经过四小时的时间呢 鱼货终于就是已经捕捞上来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些渔民呢 他们正在进行那个分类的动作 那我发现啊 今天的那个鱼货好像主要是以那个 虾子比较多耶 哇 大家看一下 好多的虾子哦 我们今天的鱼货主要都是虾子 对不对陈大哥 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诶 你先帮我介绍这一只好了 你看 它的那个爆蛋 而且它的那个 爆的那个蛋啊 那个软有没有看到 是蓝色的耶 这一只是什么虾子啊 脚虾的 脚虾 脚虾好像宜兰 法式这边还蛮有名的哦 算是这边很重要的一个渔货 对对 这树变比较少 那再来这边呢 这个比较少 这个也是虾母的一种 也是虾母的一种 诶 它的 我发现它放的那个软都是蓝色的 所以这个叫做 真虾 真虾 那这 这一栏里面呢 这好棒 大胖虾 这是什么 台语说大胖虾 我以后也不知道 大胖虾 那这这一栏呢 这是虾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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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虾母它身体就比较短 它好像那个两头身哦 头跟身体一样 一样长有没有 虾母 这个肉质都吃起来 跟脚虾差不多了 那再来这一栏呢 大虾 虾虾 哇 这边种类好多哦 这些虾子里面啦 它经济价值比较高的 这个 这个比较高 脚虾 有的卖七八百块也在卖 六七百块也在卖 那算有一些鱼货啊 像 这一圍 三斤八百 哇 那这一支是什么鱼啊 这一圍 很熬啦 斯拉哥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拿进去冰了 对不对 鱼我要拿到下面冰 桶子里面装满水 然后放下去之后 然后再把那个桶子 加冰块 加冰块 对啦 它 这算是加死的一个处理方式 是不是 鱼也是一样的处理 其实就是要维持它的那个 鲜度 鲜度 对对 除了大市鱼港之外 耿方鱼港也是头城地区 另一处品尝海鲜真味的好地方 这里海鲜的来源 多是龟山岛海域的现捞海产 因此特别的新鲜美味 在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呢 鱼船就会入港谢过 想要品尝新鲜的鱼过 可千万要把握时间哦 脚虾 学名是皱甲后海熬虾 棲息深度约200至450公尺 因棲息水深较深 且棲地较接近礁石地带 因此捕获量较少 其肉质非常鲜美 在大西鱼港当地啊 有天下第一位之称 可以说是大西鱼港的代表性鱼产哦 以兰归山岛海域 自古以来就是台湾重要的鱼场 因为早期鱼货保存不易 以兰投尘地区的渔民 会在海边搭建鱼寮 处理捕捞道的鱼货 历江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一家由传统鱼寮 成功转型为HACCP 认证的鱼业食品观光工厂 要让大家看到啊 昔日的传统鱼寮 是如何结合传统与现在 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和体验哦 我们现在就愉快进去瞧瞧咯 旁边这位是陈大哥 我们今天的导览员 陈大哥你好 那你们怎么会想说要设立 这样子的一个观光工厂 因为我们这间观光工厂 楼上的展馆开放的目的呢 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宜兰当地的语村文化 以及我们这个传统鱼寮产业的 一个转型的过程 最重要的是要让游客知道 我们的布拉鱼怎么去保育它 怎么去捕捉它 哇 那所以现在可以带我开始去 介绍一下吗 可以啊 听我解说 OK 走 来 我们这边来 来 这张照片呢 就是一张非常老旧的照片 它是民国32年的时候 岩甘鱼共同出合场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的蜂蜂啊 在鱼港拍卖的时候的一个画面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以前它的蜂蜂啊 就是用这个篮子装的 用这个磅称 蜂蜂啊 对 蜂蜂就是小鱼干 小鱼干 它用这个磅称磅的都在这边 那旁边会有一群人在等 等什么 等这个磅称啊 在磅的过程啊 它鱼获在磅称上面 起起落落 难免会洒落一些蜂蜂在下面 对不对 这些蜂蜂的旁边就有一群人 哎 哎 三不断去吃 对 因为这边的蜂蜂不用钱 里面的要钱 那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以前就是吃这个蜂蜂 长大的 所以说他非常珍惜这片海洋的资源 就是这样子 以前的冷冻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好 那这些鱼产品 它的蛋白质很高 很容易就腐坏掉 所以说一定要先初步的加工 然后延长它的保存 极限就是靠这个鱼鸟 来负责加工的 所以说这个鱼鸟呢 在我们宜兰的渔村文化 占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柜子站 你猜猜看这张网子是在抓什么鱼的 那是布拉蜜 哎 对 这张网子呢 在海水里面的时候 有两艘渔船往前拖着走 它就是我们俗称的拖网 那渔民就是利用布拉蜜的行星 他会以为那两面水墙 水波水饮是一面墙 它没有办法出去 结果通通被带到后面这个网子的尾巴来了 所以这边的网子它的那个网目 比较细小 更细更小 对跟沙窗一样 所以说渔民就是这样子抓布拉蜜 陈大哥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布拉蜜啊 就是它的那个争议还蛮大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布拉蜜它是很多鱼类的小鱼 对没有错 要不要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我当然解释一下 布拉蜜呢 它不是所有大鱼所生出来的小鱼 它是有特定的鱼种 它就是长不大的小鱼 再来呢 我们宜兰县政府跟那个鱼业署都有配合 它的种产量跟进骨骑 一年只能抓半年 三个月抓三个月不抓 所以我们都有正当的政策呢 去保护它的生态 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比如说合理的利用它一些规范呢 其实可以让整个海洋的生态 永续经营下去 那陈大哥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HACCP呢 可以啊 HACCP就是美国太空总署 研究给太空人 他上外太空吃的食品的安全作业规范 所衍生出来的叫做危害的管制要点 它就是根据所有的那个制造流程 哪个地方哪个点最容易出状况去管制它 去控管它严格的控管它 保持整个作业流程非常的流畅 而且卫生的管制都非常非常好 叫做HACCP 那想不想到楼下参观我们的加工厂呢 所以待会可以就是再带我去看整个制造过程吗 想不想去 好啊 那我请我另外一个同事 卫管严先生带你下去参观好吗 好 走 大家看一下米长这一身的打扮 没错 现在呢我已经着装完毕咯 准备啊要开始带大家在一块来参观 这一座观光工厂 看他们呢是如何用在地新鲜的鱼货 制作出各种精致的鱼产品 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去咯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进去工厂之前要先做一个动作就是消毒 消毒 对而且手部消毒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现在来我们这有个水槽我们来看 我知道要先洗手要先消毒对不对 来 这边就是我们的清洗区 它清洗又包含了一个叫做解冻 解冻 对因为它都是冰的 它是可能是浴过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目前在解冻吗 对目前在解冻 因为它如果是一块一块我们不能拿去煮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分离 除了清洗解冻 再来就是要有一个木室的一个筛选 对 所以如果假设里面都是丁香芋里面 参了一只不一样的鱼 这样也不行 所以我们也要做木室的一些筛选 对 小管在捕捞的时候 它会 最重要是要把一些颜色洗掉 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些小贝壳 然后准备把它洗掉 那等下我们就推到隔壁去做一个蓬竹的动作 所以隔壁是蓬竹区是不是 对 就往蓬竹区 大通区 那接下来呢 既然就要带我去参观蓬竹区 那我们现在就走咯 好 其实我们把我比较远从刚刚那边推过来 我们直接就觉得要去煮 那我妹师傅就在那边要做一个深煮的动作 烤熄到很烫喔 哇 可是你看那个烟啊 把烟一直不断地冒出来耶 这个是滚肺的热水 可以吃个热水大概几度啊 这个大概就是100度的热水 所以每一个鱼产品 他们都有就是自己的一个固定的时间 对 延大哥 那我们现在在整个烹煮的时候 有没有要去注意哪些地方 对 刚刚公主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时间一个就是稳度 那像我们工厂是HACCP的一个赤柱工厂 听到HACCP就会有一个地方 就是叫做细心点 就是我们要去掌握的那个点 这也是这个赤柱的精神 从传统的鱼寮一路成长成HACCP 认真的优良冷冻食品厂 他们将传统鱼业融入休闲的元素 让这座传统的鱼业加工厂 专心好吃又好玩的鱼业文化观光工厂 为传统业发展开启一扇美丽的窗 亦来的头城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除了可以搭船赏金 游归山岛 更可以选择以海滨细水的行程哦 玩累了呢 更可以到巴西鱼港 去品尝新鲜美味的海鲜 想要来一个晴朗的夏天吗 那就赶快来到头城 体验赏金细水的乐趣吧 娱乐新世界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生母鱼 台湾有两个阶段 把鱼赶到这个小池里面啊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那网子放下去啊 大概要多久才可以开始收网 那我们就是看今天的流水 这是什么鱼 花生啊 花生是吃的花生吗 海里面有没有 然后就会有那个 好像就是会发光 有一个发光体 搭成娱乐渔船 然后环游安平港区一圈